十一月七日 神的爱是有条件的吗? 你们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你们 雅各书四章八节 这节经文意味着 有一种平安、自信和协和亲密的宝贵经验 并不是无条件就能得着的 它取决于我们不让圣灵担忧 它取决于我们将坏的习惯弃绝 它取决于我们抛弃基督徒生活小事上的矛盾 它取决于我们与神亲密同行 并且以最高的圣洁生活为目标 如果真是如此 我担心现今许多人说 神的爱是无条件的轻率保证 可能会阻止那些心中迫切 渴望得着平安的人 按着圣经的指示 去做他们应该做的事 当我们试着透过无条件性 来提供世人平安时 我们很可能切断了人们 取得圣经所开的处方的机会 让我们不懈地宣告这个好消息 我们称义是基于基督的顺服和牺牲的价值 而不是因为我们的价值 罗马书5章19节 因义人的悖逆 众人成为罪人 照样因义人的顺从 众人也成为义了 然而 让我们也宣告圣经的这项真理 我们能够享受音信称义所带来的喜乐 信心以及成长更像耶稣的能力的条件是 积极的离弃罪 抛弃不良的生活习惯 克制私欲 追求与基督亲密的关系 并且不叫圣灵担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